今天是个新西兰大国宝 跟我来 老板 挣点翅膀拿给我 在这边 黑金豹不稀奇 但是你们见过那么大的黑金豹吗 称个重 1.5公斤 3斤啊 300一斤 哎呦 太好了 还是老板懂我 这个时候找不了红星 晚上看球 吃的喝的都有了 带他们走 玩海鲜那么多年啊 我就没有见过比这个更大的黑金豹了 你看这个厚实的深板 比澳洲大鲍鱼还要大 状态极佳 活力四射 扭动它那黑色的身体 这个饱满的肉 看上去就非常的肥美啊 作为新西兰的国宝级食材 它的合法补牢长度 必须大于12.5公分 而且那样的需要长8到10年 这只不知道多长啊 想想看 19公分 你们猜猜它几岁了 评论区告诉我 它身板厚实 肉色乌黑 贝壳粗糙 体型巨大 这么大的个头啊 是经历了多少年的岁月 取名 流金岁月 下酒菜 腊乳鲍鱼 开始实践 好了 滷一个小时啊 诶 我们要不把这个壳给磨了吧 用它的壳 装它的肉 哈哈哈哈 这边已经出来了 这边还不够 继续 one hour later 替代镜基本成型了 然后要细细打磨 效果已经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了 later 整个摆盘 非常的精致漂亮 香气十足 那个鲍鱼从锅里出来的瞬间 那个短短短啊 绝对封城 先倒上一杯 这个摆盘 满满的仪式感 酒色通透 良香四溢 我先干为敬 啊 开始了 我用鲍鱼干和腊乳黄油 做了一个干酱 啊 那么大一块 厚厚的一个薄片 哇塞 好好吃啊 口感是这种嫩弹嫩弹的 饱含之水 再加上这个干酱啊 太扭了 我觉得这个是个创新啊 起鲜无比 还是这个存凉酒喝着舒坦 入口绵柔 回味悠长 好喝 绝对生鲜美味 鲍鱼很高很大 但是它非常的入味 我先乳了一个小时 然后呢 放在乳汁里面 泡了一个小时 味道全都渗透到里面去了 香的香味和辣味 非常的丰满 这香味口感 太好吃了 现在天气凉了 还是喝点白的舒服 看球就喝它了 有菜有酒 我要去看比赛了 感谢观看